五哥做梦都没想到时隔多年后会遭到王乐军的控诉 伪装者女主王乐军在社交平台发文控诉胡歌 称当时演戏被扮演名台的男演员压断锁骨 手术打了七根钢钉 三个星期就出院继续完成拍摄 在片场期间一直靠纸腾片坚持拍完 但之前王乐军在接受采访时说 是自己不慎摔倒 债倒了胡歌 让他不小心摔到了自己的锁骨上 对于自己受伤还表示真的不赖胡歌 直扔扔的90度就躺下了 然后呢因为速度太快 我是没有办法松开他的手 我就把他摔到了 然后他的脑袋就躺在了我的锁骨上 所以你的锁骨的骨折是老婆给躺断 不赖他真的不赖他 他也摔到了 而他现在却表示以前不懂为自己发声 当时剧组也不让说 所以采访的时候只能假装说与胡歌无关 同时他还否认了胡歌当时为他找医院手术 以及胡歌带自己拍戏等传言 随后王乐军又发了一条微博表示 拍完戏接受了十年的网报 现在要堂堂正正做人 发完之后便开始火力全开的怒怼胡歌的粉丝 他说你们的偶像这么多年 有没有公开承认过他把我伤成这样 别在这离乱叫唤 与粉丝护怼时还内涵胡歌越混越差 他的做法有网友大胆猜测 是不是当初伪装者 宋颖和王欧这些女配都火了 自己作为女主角却没有火 于是心中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当年伪装者的原定女主是蒋星 由于荡气冲突 导演只能换成王乐军 在他受伤之前就已经拍了三分之一了 所以没有办法临时换演员 于是导演让他休息养伤 先把女三宋颖和胡歌的戏拍完 最后再拍女一王乐军和胡歌的戏份 然而没想到 则是女配角的宋颖 刚出现在镜头面前气场就无比强大 穿军装时英姿下爽 沙发果断 穿旗袍时又妩媚动人 勾人心魄 余茫丽这个角色 当躺在床上的王乐军看到 宋颖和胡歌如此般配 他开始心慌了 于是不顾医生的嘱咐 坐轮椅会片场拍戏 但是由于受伤的位置比较特殊 只要上半身稍微动一下 都有可能导致二次骨折 可他在剧中的戏份 大多都是大动作的打戏和吻戏 在和胡歌的一次吻戏中 他稍微弹了一点头 就导致二次骨折 无奈之下导演只能修改剧本 导致本该强势出彩的女主 变成了只会谈恋爱的程景云 而宋颖也抓住了机会 靠着超强的演技和性感的身材 掩押女一号 征服了一大波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 饰演明镜的刘敏涛 以及饰演汪曼春的王欧 尽管他们只是女三号女四号 但都凭借自己过人的实力 把意外受伤的女主角给碾压了 这或许就是他今天 控诉胡歌的真正原因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